台股新攻略 帶您掌握全世界 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沒話說 開始就是 你看這些掌停板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列比科比較特殊的 他是 我不知道他長什麼 能講的就是美國的這個 美國一檔比較叫 凌雲邏輯 壯至凌雲那個凌雲 最近有創新高 那其實他也能把這個 太聚恨 你看我做 這做鋼鐵的 那九陽神功這個 奇怪 你看這些裡面神龍要注意 神龍 神龍1789的神龍 他是生技骨 他是生技骨 我們來看一下 神龍1789 神龍來看一下 那神龍最後還是攻上漲停了 你看一下 神龍連拉兩隻 連拉兩隻 不過這量比較大了 這兩天先別追 神龍我是跟大家講 神龍是因為他 他是生技骨 他做原料藥的 那個 什麼叫原料 你說你要蓋房子 水泥就是原料 所以他是最基本的 所謂的 這個 生技骨的最上游 你要做一個新藥 你一定把這些都拿過來 湊上一個新藥 那是原料藥的 你看這連拉兩隻 神技骨一動 四七四三 這也都好久幾百年沒動 你看看 你看這種這個叫合一 但我不是叫你做它 不用急 像我都認為 神技骨在 神技骨昨天在美國股市就漲了 那個是NBA在漲了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神技骨很強 在國際股市很強 台北還有UC類股 中國的UC類股是標半天的 有那種連拉五次漲停的 他的UC類股是長期跌 然後突然間連 整理大概快一年 然後連拉五次漲停 那我們台灣的UC類股 一定要跟中國有所連動 台灣市場太小了 台灣的市場太小了 你看前兩天我看那個新聞 有一個新發行的這個遊戲 他說公測 測試的測 公眾的公 公的母的那個公 測試測試測試 你看地上都講說 我那個氣勢磅礡 開始公測 就是說開始大家 其實當你試的是晚餐 那他說公測有十幾萬人 我講的這樣 實際上多了不起 中國大陸 你看有一檔股票叫611 這是軒圓箭 你可能聽過 叫軒圓箭 最近在中國大陸公測 至少都一兩百萬人 再開始在測 在跟他這個所謂上網 是先要試玩一下 公測大家去試玩一下的意思 那中國大陸遊戲類股 最近這幾個都要穿標半天 因為中國這個香港很亂 中國的遊戲概念股的龍頭叫騰訊 是在香港掛牌的 馬化騰 總裁叫馬化騰 騰訊 還有網易 那阿里巴巴 他們這種電子商務平台 本來就會有跟遊戲有所聯動的 網易 網是上網的網 容易的網易 像這一些 而且中國大陸為什麼遊戲這樣 因為中國有一點現在開始鼓吹遊戲 說句明白一點 你看他電視上那個香港的反送中 年輕人這樣打成這樣子 中國有 據我所的了解 內地 我們都叫做內地 他有一種聲音說 啊 不要去反送中 不要亂啊 回去玩遊戲啦 你知道意思嗎 回去打遊戲啦 中國遊戲最近 有那個年大五是漲停的 一堆喔一堆 除了中國大陸的全部的遊戲概念股 比如說我們生技股 都有一個組別 他們遊戲組別 那個組別漲到 只能漲6% 遊戲漲去科技 很多一堆 所以 中國大陸跟中國大陸的網易 還有騰訊就它 還有切入他們的供應鏈 那個電商平台 那個平台就讓你在那邊上網買東西嘛 你知道嗎 淘寶網那種平台這樣子 但是電商平台最大是騰訊跟網易 還有阿里巴巴 他們你上去 現在他們在那個電商平台 就要上PC Home 它那些這種平台 他們有開放那個 在玩那個 就是有那個網紅 在玩那個電競 在那邊網給你看 在網給你看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 審批的速度 審閱批準 審閱批準的速度變得非常快 似乎有一點在跟這個 因為兩三年前 他們擔心年輕人 沉迷在遊戲當中 所以變成有點小禁止 你看那時候騰訊暴跌 騰訊喔 騰訊暴跌 那這幾個月突然間開始 審批的速度快 那遊戲類股突然竄出來 那它是台灣 台灣我目前查到唯一公打入這個 騰訊 網易 還有它的子公司 昨天才 它的子公司 在中國大陸的子公司 被中國大陸的一個叫CMGE 這個做遊戲的 入股 兩三億的 兩億多 兩萬六千億的人民幣 你看就知道說 它這是好像 它是非常有機會的 它非常有機會 你可以拭目以待 你可以拭目以待 我不會跟大家亂講 因為現在量縮成這樣子 然後 我跟大家講過像這種 1752的 有沒有 1752的 你說掉也掉不下去了 哇這個 現在很多股票 我們不比不之大 你看這叫6230的今天破低 3324怎麼可能動呢 3206的不是說 平概股好到爆表嗎 是不是 現在都每天破低啊 破低啊 不是破低啊 破低 太多了 6213 這是今年的這種 超強股票 有沒有 6213 你看今年超強股票 有沒有 其實這不對了 4968了 你看這個 這還在殺 還在殺 有沒有 很多一堆啦 不用我講的 多一堆 一堆這種 這種今年本來很強的股票 全部在殺 所以資金有開始轉到 1 什麼 生技的族群 你慢慢拭目以待 我不會跟大家亂講的 我不會跟他 你慢等 因為這次輪到美國的生技股 也是非同消耗 所以這次輪到生技 我跟大家講 就算這個1597這種的 就算你跟他拼了也不會 不會賠到錢 這幾天 除了這一根 那一定是因為 因為市場上說 說工具機什麼 他之後就停在這邊 沒有動了 他不像我們最近看到的這種 這種電子股市 都是這樣直線下來的 直線下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有知道 這感覺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當然啊 漲50節又跳上去啊 又跳上去啊 又跳上去啊 漲50幾年又跳上去啊 你知道嗎 你看 又跳上去啊 你看最後又拉上去啊 硬生的一個拉拉 二三二三一七啊 因為他台子起結倉嘛 所以還是要拉 台積電在拉兩檔 今天又本來的 50節又變這樣子了 這是不正常的市場 美國也只有漲蘋果而已 你要注意我跟大家講 我不會亂跟大家講 你注意我跟大家講的這些 生技只要是非電子 那電子的部分要做次產業 就是遊戲啊 生技 那非電子包括資產營建 我認為這個機會很大 經驗很長啊 已經曾幾好幾年都沒有動了 這一兩年幾乎都是在漲 這個電子股的族群 那差不多了 美國已經告訴你了 中國大陸告訴你 生技遊戲都OK的 你一刻等得到 我不會跟大家亂講 你一定會等得到 讓我們再次跟大家講 這一類的好股票的飆漲的程度 你很快就會感受到了 那中美又 因為這個川普又說 你不趕快簽的話 我又怎麼樣怎麼樣 先別理他啦 反正國際股市是多頭啊 你要漲對族群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那歡迎你加入我們行列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這個Ni-8 我們Ni-8是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台股新工業 祝福你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